前几天刚上幼儿园的女儿回家后 突然对我说 妈妈 谢谢你 我很好奇 于是问她 你谢谢妈妈什么呀 她稚嫩的声音回答道 谢谢妈妈能陪着我 曾听过一句话 陪伴不仅是最长情的告白 也是最深情的守护 还是最有力的帮助 每个人的过往岁月里 都有许多相伴成长的人 他们给我们力量 使我们成长 然而遗憾的是 很多时候我们却未能说上一句 谢谢你 我们的一生会遇见很多人 有些人相伴一程 就转身离开 有些人则一直默默地 陪在身边 记忆里所有的美好 都与他们的陪伴有关 纵使时光流逝 心中的那份温暖 也永远在流淌 他们有在迷惘时 尽心引导我们的老师 即使在别人眼里 我们是惹人闲 遭人烦的坏学生 有无论何时 真心相待的伙伴 即使因多年不见 我们早已在言谈间 多加防备 也有在生病时 尽力帮助的医生 即使健康的希望渺茫 我们自己也早已放弃 谢谢他们 在这个世界上温暖我们 然而生活匆匆忙忙 我们常常忽视了 那些相伴的时光 即使想说句谢谢 话到嘴边 却又难以言表 在圆桌派中 有一期话题 中国式人际关系中讲到 我们都不太会表达感情 有时候会觉得不好意思 甚至是尴尬别扭 中国人向来含蓄 喜欢把感情放在自己心里 大西洋月刊中 发表过一篇 题为中国人 为什么不常说谢谢的文章中 提到过这样一个观点 大多数中国人觉得 说谢谢太见外 既然亲如一家人 就不必客气 事实确实如此 我们常听到 有啥可谢的 不必见外 这类的话 总认为朋友之间的帮助 家人之间的付出 都是理所应当 若是言谢 仿佛彼此就疏远了许多 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网上就有网友提问道 关系亲密的人之间 需要说谢谢吗 有个高赞的回答是 谢谢只是一种 表达感情的方式 重点不在谢谢 而是有一颗感恩的心 实际上越是亲密的关系 越需要用心对待 若彼此之间缺少了 感情上的沟通 才会真的造成疏远 有时候不能给予 往往是因为内心缺乏 一个心中有爱的人 自然能时常感恩过往 心理学家马斯洛 在1943年 提出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 其中社交需求的实质 就是情感归属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 情感上的慰藉 相互的关心和照顾 被信任 被依赖 被感谢 其实都是一种幸福 作家图格涅夫 在散文诗《乞丐》中 就讲述了一个 关于情感给予的故事 他没有钱给乞丐 于是跟乞丐表达了歉意 这种平等对待的态度 让乞丐感激不已 而他自己也因为乞丐的 感激之情 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与回报 生活中一句谢谢 或许微不足道 也并不能给对方 带来物质上的收获 但却可以带去信任和肯定 使对方精神世界更加丰富 诚如短片中的人一样 学生感恩老师的呵护 朋友感恩彼此的帮助 病人感恩医生的付出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情感填充 有时候一句谢谢 就是一种温暖 一种善良 常常有这样的感觉 某一刻就突然想起了那段刻骨铭心的情 一场雨 就忽然想起了那个曾为自己撑伞的人 孤单的时候 总是很容易就想起过往的点点滴滴 看到熟悉的场景 总会情不自禁地堵物思人 想起一个人的时候 总是心生落寞 总觉得自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伤心的人 或许是因为看多了他人的悲欢离合 也就习惯了自我的喜怒哀乐 所以即便思念再浓 也不愿意对他人述说 其实不用伤感 也不必沉默 要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总有人在悄悄地关注着你 陪伴着你 山一成 水一成 尽管谁也无法陪伴我们一生 但只要曾经相伴 就是最大的幸福 有句话说 爱过方知情深 醉过方知酒浓 人生的经历都有其独特的意义 感恩过往是为了拥抱明天 时光如流沙 抓不住地终将流走 年华似倒影 追不上却如影随形 此刻若是想起那个想感谢的人 不要犹豫 由衷地说一句 谢谢你 让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